五歲小朋友被屈踢跌1.8米高的天線WB公仔展品 在網上掀起了熱烈的討論 六位紅大律師透過影片和相片初步了解了事件 說如果從刑事案件去看 在法律的層面上 10歲以下的兒童是假定沒有犯罪意圖 亦沒有需要負上刑責 而且事件並非惡意的刑事破壞 所以店鋪不能隨刑事追究 他建議家長一旦遇上同類型的事件 不需要緊張和急著賠錢 如果有相熟的律師可以聯絡商量 又或是向店鋪撒取貨單 以證明貨品的價值 不是他說幾錢就賠幾錢 看清楚才賠 如果貨品有保險賠償 更加不用賠 而今次的家長已經賠了錢 對於可否追回些錢 陸律師就坦然錢已經去別人手 要視乎店鋪的處理